哈喽 亲爱的小伙伴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呆呆 为大家带来的生存战争野人岛 115G 上一次呢 我们做了一个燃烧瓶 本以为是秘密武器 把这个大象给它烧死 没想到连大象的毛皮 都没烧着 真是失策 失策呀 这一次我们打算再做一个秘密武器 把这个大象给它打死 走 回家做武器去 这一次我们要做的武器 是滑糖枪 只不过我们需要的铁矿石 还是比较多的 把我们箱子里面的铁矿石 都拿出来吧 两个铁块 然后我们再烧 铁棒 好的 非常好 然后我们在这个工作坛当中 搞上我们的步枪子弹 OK 滑糖枪合成开始 好的 这就是我们的枪了 我们的枪有了 然后准备火药 火药的话我们需要 消石 硫矿石 煤炭 功能台当中 先消石 后硫磺 再煤块 好的 火药已经制作出来了 我们多制造一点 好的 我们一共有9块了 然后拿上我们的棉花 棉花带着 弹药的话还是有点少 再来一点 好的 OK 拿上我们的滑糖枪 准备对这个大象进行绞杀 装填弹药 火药 棉花 步枪子弹 打工告成 准备 开枪 哎呀呀 丝毫没有什么伤害啊 再来 火药 棉花 子弹 再来一枪 还是没有什么效果 火药 棉花 子弹 就是你了 三枪了 我还就不信了 四枪 五枪 六枪 七枪 我的天呐 我经历了什么 打了七枪还没有打死 这是最后一枪了 哇 打了八枪才打死 掉了什么好东西 好多经验呀 哇 这太多了吧 收走 哇 下雨了下雨了 赶紧回去赶紧回去 打了八枪才打死啊 好的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收获了什么 十二个 二十四 二十七块肉 三十个小骨 十七个大骨 我的天呐 这污渍也太多了吧 来来来 这一次我觉得我的肉已经够吃了 哎呀 够吃了够吃了 不过这个大象实在是太难杀了 如果没有这个花糖浆 我觉得还不一定能够杀死呢 哎呀 下雨了 回家睡觉吧 明天就可以起来烤肉吃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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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